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4月29日 今天講誰呢?講郭偉健 郭偉健是個什麼人呢? 如果之前知道將軍奧連龍場那件案 那你已經知道了,他已經是一個遠近慈名的官 他的判詞各樣真的要上傳去國際給人看 以及你上傳之前麻煩將他的高尚情操的歷史 例如為了省395元之法犯法 例如前言不對後語 之前就說不會考慮那些人的政治立場而判 這個魚蛋案,即是梁天琦案那些 然後這次他就考慮別人的政治立場 就說這個社會運動模擬令到這個紅鎮滿身鮮血 他是受害者這樣說 加害者變成受害者 私用暴力者變成被同情者 這些就是藍絲的邏輯 他是很完美地展現了那件事的 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詫異 我甚至乎覺得他判案是非常公正的 為什麼?因為其實應該無罪開息的 你猜他不敢死?應該無罪開息 他也是情非得意的 他只不過在大陸那裏搬過來 強姦合法化 這也未至於的 這裏即是2009年的新聞來的 這個是 河南駱陽市有一名女子 因為太靚了 而在被強姦的時候 不主動配合 導致這個強姦者的生殖器截斷 失血過多 因而死亡 於是乎這名女子 就被判監三年 賠款8.8萬元 這名女子就叫做送禮 這些Bling the victim 的事件常有發生的 就是如果你說在上面 尤其是 就是這次就說那個洪鎮 沒有身份沒有性 如果那個不是洪鎮 而是類似何君堯那些物體 嘩! 玩一下手 就是可能說什麼? 替天行道 是吧? 接著就說無罪開息的 你幫他不敢死嗎? 所以我就說 司法界是變了司法界 那司是誰? 司永清那個司 原本的司字是有管理的意思在裏面的 但是當你不再去管理這件事的時候 那便變了司法 Magic Magic 是什麼? 嘩!真是猜不到 所以他那個判案 其實是令我想起 審死官的其中一個情節 不過我就猜不到在香港那裡發生 那為什麼周星馳那些情節 經常會近排大家一起 不斷地不斷地經歷呢? 原因呢? 我在重溫完這段劇情之後 再跟大家說一說 好,那現在就去片 打贏! 明明是你的! 不行! 輸了我也要一半 第一天 到底哪一個子被哪一個子打死? 大人 是我的兒子被他的兒子打死了 那即是你是原告 大人,其實我們才是原告 我們這份訟詞在天美光就已經送到來 在那個時候,他的兒子還未斷氣 那你們想告他甚麼? 告這位張彪的兒子,張小四 張陳祥,副的兒子,陳大文 左手手指,尾塊指甲,打斷 傷得很重,我的兒子死了 是啊,他的兒子死了 大人 是人都會死的 那倒是 我的兒子真的被他鑑生打得重傷致死 你別說你的兒子沒用 我只敢飛身過去,窩他兩除 只敢飛身過去,窩他幾除 窩他兩除,我只敢飛身過去,窩他 有沒有那麼大力 甚麼? 阿渣! 阿渣! 你? 阿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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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炒了車,掉到頸上 那這裡講一下,為什麼周星馳那些橋段經常會在香港同現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周星馳當日就是把很多荒謬絕倫的東西推到極致 然後,一般人來講,以常理心來講,是沒有可能接受這些邏輯的 但是,他當時就一出出,用這些無厘頭的方式,拍了很多全世經典出來 就是一代的少將,那你就會看到,原來荒謬是可以去到這麼極致的 現在,這東西不是電影講你聽,這東西是現殺活生生的講你聽 現代審死官,那你看到了,這個所謂的各位建法官 那現在,極具爭議性人物,其實都不用極具爭議性 他只是講出所有藍絲的心聲,那他跟你判了 現在,他跟你那些赤道判了,很多藍絲覺得判得好的 非常好,就是應該這樣判,大快人心啊 那有些深藍的就不是啦,深藍的就更加是覺得 應該無罪開息,女侍主是應該罰款 Bling the victim 他們很流行的 就是你要明白,東國政府就是一個野蠻的政府 是一個村長式的政府 而留下那群呢,就全部都是Barbari人來的 以前的兇奴啊,高奴啊,各樣 就是你要野蠻的時候啊,什麼都是你適合的,什麼都講得通的嘛 所以我們經常說什麼啊? 荒謬絕倫,四個字 絕倫就是為什麼啊?有歪倫常 什麼叫倫常啊?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那個相處之道 那個秩序 就是做人不是這樣的嘛,對不對? 那講起有歪倫常這件事 就講一下漢朝有個人叫鍾恆穴啦 鍾恆穴是西漢文帝時候的人 原本呢,就是一個太監來的而已 你看到了,那些太監呢,就好識 就是他在家中的遮斷槍頭 把黑的講成八百的講成黑 所以朱元璋當日都有說了 守宮與幻官不得乾淨 那你今時今日看到了 幻官乾淨的後果就是這樣了 那時候由於白登之為 於是乎,漢朝就採取懷柔政策不夠人打 於是乎,就找些公主去嫁那些山蚊 其中就找一個人,叫鍾恆穴 就去送這個公主和兇奴和襯 簡單說就是送公主給人強姦 中人穴當然是不肯的 外面又不像宮廷一樣好吃好住 你派我去的荒幕有沒有搞錯 那時候又跟漢文帝說 你不要派我去 你派我去的時候 就再非漢神 一朝天子一朝神 去到兇奴就變了兇奴的人 跟那些舔完屁股流出來的黃金的人 可能二十幾萬一個月的人 可能聖閣的人 那時候都警告過漢文帝 就說必我行為漢患者 你一定要我去的話 我遲下一定報復的 當時漢文帝派一些使者出示兇奴的時候 於是又跟忠行穴吵架 在說兇奴的風俗 兇奴人缺乏基本的倫理觀念 父子可以睡在同一間房間 還可以父死子繼 是輕忠弟及 說的是父親死了之後 母親可以成為自己的妻子 兄長死了之後 嫂子可以成為自己的妻子 還有兇奴人又沒有帽 又沒有衣帶 缺少朝廷禮節 但忠行穴就在說 兇奴的習俗是吃動物的肉 喝他們的奶 用他們的皮去做衣服 所以平時一些約束 當然是很少的 軍神關係簡單 至於輕忠弟及父死子繼 是因為害怕這個種族的滅絕 兇奴人雖然倫常混亂 但繼承人一定是本族的子孫本族的DNA 現在漢朝的人仰裝正派 不娶他們父親的妻子做老婆 令到親屬的關係越來越疏遠 甚至互相仇殺 該朝逆勝有什麼了不起呢 漢朝使節還想搏嘴 但忠行穴就跟他說 你無須多說 總之你拿來的禮品 數量一定要充足 品質一定要良好 要我們合心水才行 如果品質粗劣的話 去到秋天 兇奴人的鐵基 就會搭遍你們萬山遍夜的莊架 以及漢朝天子 紮紮跳的就是 他報仇報道很絕 當時那些詔書 漢朝的時候 送給善於的詔書是這樣寫的 皇帝恭敬感問候 兇奴大善於平安 那些木簡是一尺一寸的 但是忠行穴 就用一尺二寸的木簡 回覆這個漢朝 一定要長過它 然後在寫什麼呢 天地所生日月所安置的兇奴大善於 恭敬感問候 漢朝皇帝平安 那這件事就像以前日本和徐朝之間 日出帝國天子問候日落帝國天子 這樣的詔書 就是很流行玩這些東西的 所以你看到 你要環環無理的時候 有歪倫常的時候 可以去到什麼景地 那你換法官 換了那個角偉見 你真的被教去放而已 原來你都知衰 你都覺得噁心 但是那個問題 他是整個腹腦了 只不過是動一個人出來 告訴你 是有多麼黑暗 反而他好 他揭露了黑暗 給那個陳文慧 沒有人譴責他的 大律師公會 形同虛設 接著 張達明楊岳橋認為怎樣 做法恰當 如果你是做法恰當 你就應該公開聲稱 這單案件審判有問題 然後重新審理 噢 即是換個人 放下去嫁 你就覺得做法恰當的了 你的道德水平線 是不是太低呢 即是他如果強姦你 他有帶安全套的 噢 OK 接受 做法恰當 即是你不要不帶套 你強姦我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張達明和楊岳橋 告訴我就是這樣的意思 張達明是這樣說的 基於各位建法官 早前在另一單案件裏面 判刑的言論 有機會令人擔心 他不能夠持平地處理案件 即是說 他之前那單案的言論 是有不持平的地方 如果是有不持平的地方 你是不是應該發還重審 噢 你有不滿 可以上訴 上訴用不需要錢 即是你要個 victim 自己給錢去上訴 好了 跟著他又說 社會有聲音 有批評是可以理解 但是法庭呢 是不會完全免受批評的 每單案件都會受到批評 不過批評呢 就不可以超越理性 也不應該作出毫無理據的人身攻擊 即是有理據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立場新聞 你人身攻擊的生字呢 寫錯了 又或者不是啦 好厲害啊 啊 即是人身攻擊呢 就是講你對他可能生得醜樣啊 樣子醜啊 以及可能格有些事啊 那跟著說他衰格啊 各樣這些叫人身攻擊 人身攻擊呢 就是你去糟蹋他的人生 那這兩樣東西就很不同 那但是他就說了 是不應該作出毫無理據的人身攻擊 那我想他寫錯字了 那但是就是說 有理據的人身攻擊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我覺得他是衰格的 為什麼衰格 知法犯法 395元都限 一個二十幾萬元的法官 三十幾元 三百幾元都走去省 你說給我聽是什麼啊 不是他折劍而已 是不是 無恥啊 即是如果你賺兩萬多人 你去省三百幾元呢 我覺得OK啊 但是你賺成二十幾萬元 即是你的錢花了去哪裡呢 我是他老婆我就會很懷疑了 連三百幾元都省的 那他的判詞呢 就很長的 其中有一句是什麼呢 示威者是不是應該想想 社運時候的初心呢 是不是應該 對一般的平民百姓多點同理心呢 即是他眼中裡面呢 一般的平民百姓就是那些藍絲帶了 即是好問題啦 一般的平民百姓呢 去議會選舉那裡 似乎講了給你聽 社會的同理心是怎樣的了 社會的同理心對你這些 魔法界 啊 sorry 是司法界 施永青的施 即是大家講你聽 所有人都覺得法治已宏了 所以制裁名單又怎麼可以沒有法官在那裡呢 那些判詞 Ridiculous 那不是我說的 那就是給別人看一下咯 反正都這麼偉大的啦 那些判詞是不是先 又偉大又健康 各位見那些 那你就將那些 這樣的判詞啊 寄給一些外媒去看咯 啊原來香港的司法界是這樣的 不得了了的 真是官升不當雷射炮 蘇惠德那些 旺角案那裡啊 啊那些被告呢 全部就判三年半至七年 那時候造成的傷害啊有多少呢 這次洪鎮這單案又有多少呢 就是旺角案那個彭寶琴 那老蕭就在這裡說了 啊不是 就是呢 是檢控的程序出現問題 就是他擺到區院 擺到裁判院 擺到這個高等法院 啊那個判案呢 就很不同 喂 但是你那個司法界來講 是個整體來的嘛 那都是那句啦 你真的跟我說 現在還沒去到廢刑末期 第四期而已 就是作為一個有常理的人 就會跟你說 喂沒得救的了 都已經廢刑末期了 啊不是第四期是吧 喂你起碼都要做化療啦 你起碼都要做電療啦 你起碼都要做手術啦 就是是不是那二十幾萬人工 要吊銷了他呀 他那個法官排 你是不是要吊銷了他呀 你是不是要檢討一下這個人 到底是不是公正呀 你司法界會不會自己檢討的 當然就不會啦 大紅律例高高掛 公檢法一體 我不管你的檢控程座是怎樣 我們呀 普通老百姓 就只是看結果的 那個結果是怎樣呀 我們見到就是呀 沒有傷害到人命的 就被判可能三年幾 七年八年甚至乎十年 有傷害到危及生命的 就這樣四十五個月 還要被人稱讚高尚情操 你說是不是不得了呀 好啦今天講到這裡 我親自信 哇 啊 就在這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